G7峰會主辦國德國總理肖茲在會後坦言 全球經濟危機迫在媒體 俄羅斯勤務戰爭導致能源短缺 衝擊浮上檯面 廣告喊話大眾為下一代節約能源 法國使用龍頭道達爾聯手能源巨頭 要民眾和企業減少用電 民眾邊聽音樂邊享受食物 英國著名音樂節吸引大批人潮 通膨不斷惡化 民眾享受當下就怕接下來要面對苦日子 相較英國人看得開 美國人卻擔心危機沒有盡頭 美國油價平均每家輪灌破五美元 一輛車加滿油 去年約要台幣一千多 現在卻超過三千多 油價高民眾還是開車出遊 因為坐飛機更燒錢 花現金也更保守 強調過去美國人平均積欠 六千多塊的卡債 有民眾就怕亂花錢 使出傳統的信封理財法 將各項支出類別裝入信封 需要時取出控制金流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